娱乐圈中有很多比较特殊的恋情,比如爷做恋,姐弟恋等等。 这些在娱乐圈已经不算奇怪了,而今天小编为大家讲的这对娱乐圈的恋人是十生恋。 这对恋人就是佟大为和观月,文月曾是佟大为的老师,文月毕业之后,就在北影做老师了,也是黄磊的学生。 所以当时年纪也很小,佟大为在见到观月之后,就被这位女老师的气质吸引了,最后主动追求,终于结成圆满婚业。 如今39岁的佟大为与妻子观月生活非常幸福停泛,而且感情很稳定。 她现在拥有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,也可以说是儿女双全了。 她的这种生活令很多人羡慕,不仅羡慕婚约,能有如此贴心专一的丈夫,还羡慕佟有如此贤惠的妻子和美满的家庭。 两人出席活动时的照片也是非常热火了,佟大为仅仅牵着观月的手。 然而,佟大为的娱乐圈十一年云绯闻,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。 在欢迎中,作为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就是忠诚。 她的妻子当年嫁给她之后,便将重心全部转移到家庭中,为了她放弃了事业,而佟大为也没有辜负她妻子的付出。 她与妻子结婚多年,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女明星爆出过绯闻。 如今的观月却一点都不像是有了三个孩子的人,颜值非常好的她,气质也是非常的出众,不得不说,就像是少女一般。 好了,今天小编要分享的娱乐资讯就这些啦。 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或者评论吗? 赶紧在下方留言交流吧,期待你们的神评论哦。